第一场开工顺利 第二场动土平安 画面上是基隆港务警察总队办公厅设大楼新建工程的祈福开工典礼 现场邀请了许多中央跟地方的贵宾见证这个重要时刻 包括在地议员跟里长都到场祝福 希望这个新建工程可以让基隆变得更好 那今天这个动土仪式 就是我觉得很圆满和温馨 军港西迁我们在今年就可以全部都完成了 那军港西迁以后在东岸这一边 从东一一直到东六七 中间刚好还有港警总队的大楼在这里 所以它会显得相当的突兀 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过去就开始争取经费 去找地方来重建 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新建大楼的一个开工典礼 高兴能够代表林优昌林部长来参加 基隆港警总队办公厅设的新建工程 这个工程是林部长在离开基隆之前 最念之在之的一件事情 就希望提供我们港警的同仁一个很优质 很舒适的一个工作的环境 那事实上这个案子在过去他担任市长的任内 我们透过市长的平台跟中央积极来争取 原来这个工程的总经费是2.4亿 同仿相关的工作可以有大大的注意 那也期待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圆满的完成 需要谢谢林温柔总队长 他在2月6号就不厌其白的每天传讯息到说 什么时候可以发现到公文到了哪里 总算在2月27号一切都顺利过关 这个当中每一个工程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有的理由是为了什么 因为基隆是北台湾最重要的城市 让所有维系航港 维系基隆港这一块地方的港务同仁 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 是我们所有身为父母官必要的责任 我非常感恩 我像在基隆市政府 我可以看到我们协助完成这样的功德 再次真的谢谢所有前朝跟所有参与的人们 你们让基隆市变得更好 那在这里代表谢国良市长 祝这一次活动圆满成功 基隆在这个很顺利 让所有的在这里的港不同仁 居住的更安心更开心 祝活动一切顺利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所以港务局跟我们基隆市民应该是息息相关 我们要如何共存就是共享 然后如何让基隆市成为基隆 就是台湾头 然后让人家知道我们基隆是一个很漂亮 然后又有历史文化的一个都市 而市民也相当关心 原本的钢筋所迁移拆除之后 用地会如何来规划 拆除以后我们连同军港迁以后 所剩下的空间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 它刚好是在1到4号码头 2到东4号码头 邮轮作业 跟后方东6号码头 这个地方是货物作业 所以刚好是在货物跟客运的一个 转运转接的一个地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目前规划是希望来发展物流 同时可以去做邮轮的补给作业 物流作业跟邮轮的补给作业 那我想物流作业在目前来讲 过去港口我们大部分是以 进出口仓储为主 那但是就整个贸易 跟整个经济的一种转型来讲 未来物流作业会是在港口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规划在这个地方呢 未来是采用物流作业 跟同时去支援 前面2到4号码头的一个 邮轮的一个补给 我们希望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据了解 基隆港警总队将先见后差 预计114年7月新大楼完工 115年年底前完成搬迁与就职拆除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等